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于拍摄明示连续剧《娘家时》发生意外 伤及颈椎 一度转座服装设计师 曾拍摄母亲节表款广告 收入捐给台湾世界展望会 2012年 女儿朱安杰因感情因素主动离开这个世界 2015年至2016年 截演明示连续剧《嫁妆》并饰演蔡春美角色 每年的5月13日是母亲节 但对台湾本土剧女演员朱慧珍来说 却是最伤痛的节日 2012年5月 朱慧珍的女儿朱安杰在清晨疑似在台北市 大直集合国宅租屋处跳楼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正在高雄拍戏的朱慧珍在睡梦中接获消息 惊吓哀痛 紧急搭高铁赶回台北见女儿最后一面 据了解 朱安杰是朱慧珍当年未婚时 与秀场知名主持人行风恋爱时所生 仅留简短一书 我很傻 请让我悄悄离开 后来警方在朱安杰房间内 找到以A4大小白纸写下的间断一书 我很傻 请媒体不要渲染 让我悄悄离开 房间内摆设整齐 屋内还已有一只蜡肠狗 警方说 当天清晨6时15分 台北市大直地区静夜三路的集合国宅内 有人跳楼 倒在一楼花丛间 警方前往现场 发现一名女子 穿着黑色T恤 牛仔长裤 疑似头部先落地 侧躺在草地上 发现时已没有呼吸 警方随即展开查访联络 发现此者是住在国宅市楼的租户朱安杰 并查出她是朱慧珍女儿 当地金太理理长游敬义 立即打电话给朱慧珍 刘静怡说 朱慧珍获知恶号 惊吓得说不出话来 随后在电话链一头放声大哭 难过地说不出话来 里长说 前一天朱安杰还因为没带钥匙 找左将开门 当时并没有任何异状 亲人想不透 一条年轻的性命 为什么要轻易结束 朱女舅舅获知后 先到场处理相关事宜 戴着帽子低头不语 朱安杰的遗体由舅舅护送到台北第二殡仪馆 朱慧珍搭高铁到台北后 直接到第二殡仪馆见到女儿遗体 哀嚎痛哭 瘫软在地上 当年 清风曾因争取女儿养育权 想要主动离开这个世界 据悉 当时行风因报纸披露 他与朱慧珍失和并争取女儿养育权事件 情绪十分低落 某日凌晨零时 留下一封给朱慧珍的遗述后 在台北市内的胡大皮痒鱼池 想要主动离开这个世界 索性被垂掉民众发现 祸上岸送银获救 清风在电视上知名度不高 但他主持并且包秀 早年秀场风光时期 有一句口号是 北张飞 中行风 南诸葛亮 在秀场上 清风是中台湾天王 数年前 民事节目综艺大集合 制作单位邀请行风上节目 想安排行风与朱安杰在节目中相认 最后遭朱慧珍拒绝了 当时朱慧珍表示 为了此事打乱思绪 彻夜未眠 但他认为双方有各自的家庭了 也久未联络 不希望再挖二人过去的伤口 自身女星朱慧珍曾与一人 行风相恋 虽然遭到家人反对 但朱慧珍仍未婚 替行风生下一个女儿朱安杰 并且独自抚养她长大 女儿离开那天 朱慧珍从外地赶回家处理 在伤痛之余 还得面对排山倒海的媒体访问 她双手何时故作坚强地说 我的宝贝女儿 她是我累世父母 借我肚子来到世上 她跟我结了26年缘分 我很感恩她来做我的女儿 并表示女儿已经回家了 回到佛的家了 朱慧珍还透露 多年来行风没有负过任何责任 对于女儿朱安杰更是不闻不问 从小朱安杰就得跟在妈妈身边吃苦 家里生活环境很穷困 朱慧珍又得忙着赚钱 朱安杰根本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 而对于外界平传朱慧珍阻止父女见面 她也以生命发誓 虽然对南风无法完全谅解 但从来没有不准女儿和行风相见这回事 在朱安杰的告别式上 行风出席来送女儿最后一程 却被外界批评根本没有意义 为什么不在女儿活着时善尽父亲的义务责任呢 但最后朱慧珍透露 女儿有托梦给她 希望她能放下一切原谅行风 于是便施出善意 希望这些风波就到此为止 如今事隔多年 朱慧珍已逐渐走出丧女之痛 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她也对着天上的女儿吐露唯目心声 直言早就不怪女儿了 当时很伤痛 现在却感恩女儿 领悟到祝福别人 也是祝福自己 我是得到 我是失去 并且愿意承担所有罪过 是自己没教会女儿如何去爱 这一切都要怪我 事实上 这些年苦修佛法的朱慧珍 也为自己悲苦的心 寻得一处甜淡的净土 固执一次表示 她摸到了圆融和谐的境界 很感谢身边所有一切 祝福全世界 就能祝福自己 从心里出发 一定会有所回应 而看到朱慧珍这些年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好 走出丧女的负面情绪 网友们也纷纷鼓励 妈妈好伟大 加油 最勇敢的妈妈 并希望她未来一切安好 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希望朱慧珍与行风 各自能拥有全新的美好人生 也祝福朱安杰 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再需要受到世俗烦恼所苦 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天使 清风和朱慧珍的恩恩怨怨 牵扯不完 朱慧珍一再拒绝行风 到灵堂上香给女儿祝安杰 清风找上于天帮助 但朱慧珍说 请她行风放过我们 清风知道朱慧珍的态度后 在于天面前大崩溃 痛哭喊 都是我的错 清风一直想到灵堂看女儿 一开始听到朱慧珍表示不反对 相当开心 但最后朱慧珍又转变态度 让清风大受打击 一直圆不了看女儿最后一眼的心愿 清风找上于天请她帮忙 但于天转达清风的意思后 朱慧珍只有一句话 请她放过我们 于天说 清风听到后痛哭喊 都是我的错 我愿意承担一切 于天表示 清风多年来 心中一直挂念雅雅 曾说过 就算她结婚时不能当正婚人 至少也要当个来宾 但女儿生命短暂 她最后连到灵堂探望 都困难重重 朱慧珍到女儿灵堂诵经 又与大宝法王会面 捐出女儿的一百万元 听闻法王说 女儿今后会跟在她身边修行 朱慧珍笑说 那我今后会活在人间天堂 不会活在人间地狱 朱慧珍17岁参加歌唱比赛出道 22岁在秀场结缘知名主持人行风 两人很快地陷入热恋 两年多后 在未婚状态下产下女儿朱恩节 本来外界以为两人会迈向婚姻 没想到一年后金船分手 只留下一张一家三口 和乐融融的全家福 两人分手后闹得相当不愉快 朱慧珍指控行风对自己动手动脚 外遇某女星 当时她肚里怀有女儿 还向南方下跪求饶 最后她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 自己孕期九个月时 遭到行风的继父骚扰 向南方告状却不被裁信 还反咬是自己去勾引别人 让朱慧珍彻底对行风失望 不止如此 朱慧珍表示 一直很希望行风能认领女儿 但一直到女儿身亡前 夫女俩都没有相认 行风面对一连串的指控 透过节目解释 只有一次动粗闹上警察局 她还原当时的情况 不是我打她 是她爸爸跟她弟弟去打我 她也否认自己外遇 表示分手朱慧珍四年 才和老婆许苏碧结婚 固满朱慧珍到处造谣 2012年在律师的陪伴下 到台北地检署暗邻 控告朱慧珍涉嫌妨害名誉及恐吓 朱慧珍的独女朱安杰 去世之后 她也淡出演艺圈数年时间 后来她接受采访时透露 这段时间随十七世大宝法王四处参加法会 并且姻缘际会在南法贝尔维和其他信徒 建了欧盟认证的有机农场与禅秀中心 日子过得简单快乐 最重要的是身边有了叫她一岁的法级男性友人 非问是否为男友 她笑说是互相欣赏的人 对方是寺庙建筑师也教她画唐卡 两人还一起在法国的寺庙闭关过新年 身边没有任何数码产品 十分宁静知足 当被问到是否会常常想起女儿 她说 我每天都会祝福她 谢谢她这事做我女儿 她因信仰已认了法国人当干儿子干女儿 她笑说 因为我是彩虹妈妈 所以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孩子喜欢亲近我 她更透露 反台拍戏是希望赚钱在宜兰买地改产修中心 做更多理她的事 也在这里祝朱会真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美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